欢迎大家进入和手姐说视频啊 我们今天呢呢给大家带来这一期就是 对没错我们这个是梦三国 对梦三国 对梦三国 那我们这些的话是应该是 第一次梦三国什么视频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你们就点击加分 对没错点击加分点击加分点击加分 重要事情说三遍啊 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话这个这一期应该是 给大家带来这一个 我希望是这一期应该是能用这个叫什么 那个1v1啊打下1v1 然后是希望能用上我们这个刘备啊 因为这个刘备的话 这个评测一下吧 我们就给就来就来用刘备来评测一下 这一期这个视频啊 就是这期那就拿做拿刘备吧 拿当做刘备的评测 ok然后我现在也是得到刘备啊 完了没多久就有了这个刘备 我们发现刘备的话 这是一个近战的一个职业啊 是拿着雌雄双骨剑啊 近战的一个职业 穿着一个全身都是有黄金的铠甲啊 作为蜀国啊 对没错 作为蜀国首领的他啊 真是感觉自己逼跟上了好多档次啊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这个 双剑合璧把制出 他是这有四个技能 有四个技能 一个是被动有两 有一个是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每隔两秒 普通对 普通攻击对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其他两个技能的话 都减速效果和造成大量伤害的一个效果 然后现在我们对战的话 对面是一个文渊 然后我们现在先点一下这个主动技能 主动技能 我发现这个的话 这款游戏的话 它是主要是 战所已然 全军出击 这个红宝石绿宝石一样的 哎呦OK 然后这边来的一个小伙子 我感觉我还不错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数量可能没有难过 我数量还高的话 哎呦我看高啊 数量原来是有差高的 我们不要怂 丢失钢 不要怂丢失钢 你回来 哎不行不行 算了啊 他跑了啊 我本来的话 这个刘备这个英雄的话 其实是非常猛的 跟你讲 他这个像他这个第一招 这个小招 看到右上角的第一招 这个小招 他这个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 有没有跟你讲 就说 在你这个 完了完了 我得跪了 这下我得跪了 我得跪了 这下我得跪了 好吧 没跪OK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吃一下鞋 吃一下鞋 马上恢复能力 然后就直接上去跟他们钢 啊 小伙子你回来 哎 快 你完了 刘备这个的话 应该算是打 一向跑法 因为他这个刘备 他这个其他技能 除了这一招 这个放出去 雌雄双骨剑 回送回来以后 像回力标一样的 其他的话 他这个一招 算是一个被这个 加血 因为这个 他这个其他技能 都是有加血效果 他的大招也是在 一定范围内 就是不行 反正效果是非常 哎 别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真大招 黄金色的这个 比较维持的这个 土豪金啊 对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都可以 先倾一下对面的这个小块 然后的话 哎呦 哎呦 文渊怎么穿上这个小小内衣 小内衣了 小内衣了 这个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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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太脆了 他皮真的是太脆了 然后根本就玩不 呃 打这种文渊 像文渊这种大招 大招一放出来 然后上来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根本就是撸不起来 你这个 文渊能打招的话 有限的估计可以消耗 我大半关系 然后这个 就需要跟他玩点心机 你不玩心机的话 根本就不过他 是不是 哎呦 这个文渊居然躲在这边 多草丛是不是 哎呦 你多草丛挺腰的 现在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直接上去 跟他刚 哎小伙子你过来 小伙子你过来 小伙子你过来 没用到的话 我们就过来跑了 然后发现我们前面吃了一个 是急速新鸢 是急速新鸢 哎呦 别跑 你别跑 他跑 他看了没有 我们前面就是一半分 现在是非常大 因为他还没 暂时还是没有 是急速新鸢骨 能闻能骨 但是没有出装 但是他出装的话 就比较难成 然后发现他这个 还有一个逃跑技能 一个位移技能 可以拿来做逃跑 哎呦这个 有点虚啊 现在有点虚 有个我怕就是 我们现在技能都不够了 我们就是怕 都会干不过他 要是干不过他 就丢人了 毕竟我们这个主播啊 我们是主播 这个要是干不过 这个 这个就 看了 这个看对不对 这个我们 这个我被动技能 我现在技能都是点开了 都点开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可以大战一场 我现在想要去 学一下这边的技能 哦 好 OK 回复技能的话 回复技能的话 它就是技能恢复血量 又回来 然后这开开了 开大 开大 OK OK 我不行汗血 我这个 我就是这个刘备的话 他攻击力实在是很强的 啊 我现在已经带走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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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说什么的 这个真的是 哦 残血啊 这个真是 残血 我本来还有一回能撸掉他 没想到这个还是被他带走了 这个 这个事情 呃 其实是非常弹 能闻能活 前面这个应该是 要是手速快一点的话 可能是可以把它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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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塔以后 进了塔以后 这个 怎么说 进了塔以后 这个就有点虚啊 因为他的伤害 前期对我们这个伤害的话 还是非常大的是吧 而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先这个跟他们刚一下 跟他干一下 然后这个话 我们放一下 开 我们开 等一下 那么快 好吧 我们先摸一下他 我们看到了 他现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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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个也是出位装备啊 装了以后 他现在 要向不光 再走 他再走 现在 来一下 挥补一下 挥补一下 就可以继续 他们去装了 这边啊 我觉得应该这一次 不一下子 把这个塔给弄 应该是可以一下 把这个塔 没错啊 已经快推成 不弯了 然后这边 敌方剑塔已被摧毁 你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技能点都给点出来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哎呀 这地方这个刘备技能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 其实刘备比较适合我 红战塔 因为的团战 团战生存能力 是非常强的 因为你们这个相机 我们前面也看过 他这个技能 可以加起 加起是个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的话 是 我们再来这个去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刘备啊 看一下这个 我的英雄背包里面 我们点击看刘备啊 神 五线神十三级神兵指示 我们看刘备他第一招技能是双剑合璧 拔出瓷雄双骨剑啊 制出瓷雄双骨剑 达到目的 达到目的的后 返回 被剑器接触到的地方 所有敌方受到单位伤害并减缩 然后这里是瓷雄双骨剑 半边制出瓷雄双骨剑 治疗自己和最近的友方英雄 同时对最近的敌方英雄造成等量的伤害 就是说你自己回多少血 对面对面的英雄的话 也会扣多少血 这个效果非常不错的 然后九至九五至尊啊 这应该是他一个第二大招 每秒每两秒内 这个普通对周围敌人造成额外伤害 就是说你只要开了这个技能啊 就是说那个你周围的人 只要一靠近你就会一直扣血啊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啊 就是说他怎么说呢 刘备真的是一个比较适合团战的 不适合单独生存 单独生存的话 他这个只有补血 但输出不是特别高 因为他这个都是 都是一种怎么说呢 都是生存能力 对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个生存能力 他是非常强的 生存和辅助 刘备其实不擅长说物理攻击和法师攻击 不擅长去偷人头的 他只能最多只能偷人头啊 对吧这个怎么说 你们那也是懂的 天下归星啊 是周围的友军移动速度 极致提升 并持续恢复血量啊 你们前面也是看到了 这条的伤害的威力有多大啊 非常牛逼啊 非常牛逼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英雄简剑 蜀汉人皇 全身笼罩 神龙锐气 乃人中之龙啊 英明神武 是人族的真命天子啊 他应该就是一个真命天子啊 龙王啊 这个对没错 这个禽禽兽啊 好吧 那么这一期节目的话就是这样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百度搜索 YOTO管粉很多精彩视频 喜欢我视频一定要点击加粉啊 然后的话可以把我的视频 宣传到 推广到你们这个个人空间啊 就比如说QQ空间啊 微信啊什么的对吧 然后让我更火 然后你们也是会 这个更加开心啊 对吧好吧 那么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